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一15号早晨9点32 这是9点32 这是监视器监视出来的 中国工人昨天死在他的岗位上 这是16号的 但是中共跟他的皇帝习近平 依然很欣赏他们的中国制造的这种概念 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中国共产党就是吸血的 邪恶的巨龙 恶龙 是这么评价的 那文章 那他是用英文评价的 星期一早晨9点32点45秒 我对国内的公司不是很了解 那这种场面是不是就像阿里巴巴 京东这类公司的场面 那我不清楚 那很显然这个里面走动的人群都是年轻人 在这个阿里巴巴 在所有这些AI产品的公司中 年轻人肯定是主力的 不可能是像我这种老头 好 那就是这样的 你不能和人家的名为 放进来 好了 就算他有点 我们倒不够 放进来 好的 我算是 今天 我的 去 我的 我 后来 因为没有 有一十四人 吧 我 女 都 这 我 我 过 我 很多 996人间道 我们看完这个 再看看996人间道 修来的是福报 这是马云说的 马云说的 一开始就我个人来讲 我没太在意这个内容 说实话 没太在意 因为加班呢 在海外也都有 但是海外有相应的相当的规矩 有相应相当的规矩 第一个 第二个 我对996相当陌生 我从来没想过 这是一个如此残酷的 这种加班的概念 这种加班的概念 这是我个人完全没有想到的 早酒晚酒 工作六天 内地996的工作模式 早酒晚酒 工作六天 我确实没想到过 早酒晚酒的话 一天12个小时 六天72小时 在西方社会是法律不允许 法律不允许 法律在加拿大不能超过60 一个星期不能超过60个小时 不能超 如果它超过的话 公司要受罚的 我应该是在省一级 州一级 美国也是州一级 加拿大就是省一级 还有一个劳动保护法 和相关的这个 就是雇员吧 就是雇工吧 在有关相对劳动保护 劳动人的保护的相关的机构 是投诉的 你想加班 你想多挣钱 说老板我买了房子 我这个mortgage实在受不了 我得多加点班 你想加班 老板也需要你 都不能加班 都不能加 有些小的工厂有 但我相信在他们之间 在老板跟雇员之间 有着相当的默契 因为雇员如果这种情况下 告了老板的话 告一个死一个 告一个死一个 互联网人员在社区建立 在一个社区里建立一个 叫996 996 工作996 生病ICU ICU就是严重病房 揭露了部分互联网公司的 血汗工时 引来大批996工作者 涌入诉苦 那更有人狠批是违法的 对此阿里巴巴说 能够996是修来的福报 刘强东等接二连三表态 对996的看法 在中国的社会 是一个奴隶的社会 在中国的社会 任何一个人都是高过他 都是在他权力 都是在一个超越他的权力之下的人 的眼睛里是奴隶 马云是习近平的奴隶 是党的奴隶 但他这一份受辱 这一份由此产生的无奈与自卑 会在他权力之下 会对那些所有把他作为成功者的 那些粉丝们的标榜的群落中 他将以胜利者 成功者 奴隶主的姿态 强奸者的概念 来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是中共体制 那马云的说法 这个说法是什么 能够996是修来的福分 一个强奸的强势的人 当去强奸一个女孩子 当女孩子稍微要诉苦和 或者说不配合的时候 他会说 你今天能被我看上 小丫头你要明白 是你修来的福分 你说有多大区别 是你修来的福分 公司人多了 对不对 我今天能够赏识你 我今天能够接受你 我今天能够与你赤裸相见 你想想 旁边外头这么多人 都盼着呢 他都没机会 你还反什么抗 没错吧 这是真的 其实从他的口吻就可以看出来 阿里巴巴跟内部交流说 中国的BAT 百度阿里腾讯 能够996 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 修来的福报 他挣钱 现在找不着工作 因为找不着工作 所以习近平要让一千万人 上山下乡 对不对 你今天能有机会 到我这工作 我给你一个出头的机会 其实不只是这三个公司了 那华为又何尝不是呢 对不对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 都希望生活好 都希望被尊重 我请问大家 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 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梦想的成功 人家为什么要成功 一个自语为成功者 在以这样的方式 以996的方式 在强奸他人的时候 这是对别人的直接的侮辱 而成功的理念 这就是丛林法则 当马云吹这段牛皮的时候 他想过他在去年的9月份的教师节 悄然被迫离开阿里巴巴时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当他把支付宝背着公开的面 只能转给习近平的时候 他怎么说的 他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这就是这个制度邪恶 这是丛林法则的邪恶 这是中共体制之下 让每一个人都产生极度的自卑 在他一种极度的自卑之下 产生自负 去欺压他人 去在他认为弱者的身上施暴 来展现出他的权力者的这种姿态 就是自卑者 转向自负 从而表现出自恋的场合 你们不是都想成功吗 我是成功者 我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对吧 就我这匹马是怎么做好的 我没有被人当驴 12号微博再次解释 任何公司不应该 也不能够强制员工996 那阿里巴巴从来都提倡认真生活 生活是不需要认真的 生活是需要快乐的 放松的 不是被安排的 认真生活 你捋一巴拴鸡蛋瞎扯蛋 不累死你王八高的 生活要认真瞪着俩眼 那长相要不太好的话 瞪着眼要那么瞪的话 会吓死人的 工作是快乐 他给反过来了 他让阿里巴巴 向阿里巴巴的人提倡说 认真生活快乐工作 家里头 生活的家里头 就像上班一样 到了工厂 到了我公司里头 却像生活一样 反的 女的都嫁给 这个马云 男的男的谁知道 都该娶谁 不知道 这是反的嘞 生活要认真 是很残酷的 快乐要工作 那是被迫的 任何一件事情 当牵扯到 早酒晚五的时候 变成工作的时候 他都会失去乐趣的 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常识 但他反着走 年轻人自己要明白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不为九九六辩护 但向奋斗者致敬 这就是丛林法则 那什么叫幸福 有钱就是幸福 你马云幸福吗 刘强东你幸福吗 对吧 奶茶妹的你幸福吗 跟刘强东走了一腿 后来没弄着 什么都没弄着的 那个女孩子 你幸福吗 跟刘强东一起喝酒的人 你幸福吗 这就是马云的诠释 幸福是什么 是金钱 是地位 是女人 是男人 是有一群可以任意被你强奸 凌辱 羞辱 造成自卑的一个人的群络 那你说是什么 对吧 京东裁员成为焦点 那刘强东说 四五年 京东四五年没有实现 末位淘汰制 人员膨胀 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真正的兄弟 一定是一起拼杀于江湖 一起承担责任和压力 一起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 我乐了 我乐了 关键想到了 爷们 你二十岁女孩 可固定品牌的红酒的时候 那些是不是你兄弟啊 那女孩是不是你姐们啊 也一起承担责任和压力啊 你媳妇是不是你一起承担成果的人啊 因为出事之后你首先说的 我说过 我没犯法 然后我向老婆道歉 是爷们 那是人话 那是他说的 对不对 今天每个做女人的人 你的先生说 一出事说 我没犯法 老婆对不起 他是个男的 他跟你生了孩子 你觉得是不是个男人 但这些都是 习主席手下的强兵干将 汉将 人家不叫干 汉将 刘强东 奋斗的里程 做电商时 每分钟都省着用 舍不得租房子 睡了 这个没问题 所以只出了你一个刘强东 你睡房子 你睡办公室 你不能让所有人都睡办公室 你睡办公室 睡来一个老婆 25岁生孩子 你在外面找女人 那别人能不能跟你一样走 这就是丛林法则中 最邪恶的比喻 用权力者 用自己的表白 对所有人成为 对他所有权力之下的人 成为他的生活的准则 成功的准则 威胁的准则 强奸的准则 扼杀个体者存在的价值 你付出了这么多 奶茶的妹妹嫁给你 后来生了娃了 然后奶茶妹妹是成功者 还是失败者 你只以成功失败来论 对不对 她把你弄到手了 或者你把她取到手了 然后你就出了事了 你是成功者 是失败者 奶茶的妹子是成功者 是失败者 所以没有这一份的做法 就没有去年她所遭惹的 这种色情上的麻烦 男女之间的麻烦 也就不会出现自身的笑话 然后她还依然舔着大脸 说在讲着她的拼搏的精神 在讲着谁是她兄弟 你爽快的时候 你跟兄弟打招呼了吗 你爽快的时候 你跟兄弟分享了吗 既然是一块破肉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认识到自己的丑陋 这是最关键 他没有能力 认识到自己的丑陋 想想刚才那摔死那个 刚刚死的一个 老板认为打工要 996才能成功 而打工的人怎么说的 别拿我们的青春 为你的利益和梦想去买单 没错 所以刘强东也好 这个这个马云也好 他所说的一切 他们的话跟习主席的话 是一样的 习主席说 一切都要用习近平思想 去武装你们的头脑 你们没资格有思想 只有我有资格有思想 那马云说了 你想成功 你想幸福 你真的想幸福 我告诉你一条幸福的路 你别不买账 那刘强东说了 你想争取成功的一切 就是我告诉你 要不然咱们不是兄弟 是完全一样 所以呢 刘强东也好 马云也好 在习近平的眼睛里 孙子都不如 认真宰割 对不对 我觉得这么家们 又在做死了 我能有想 我能有啥想法 人家996就是大佬 我996就是CIU ICU 我看谷歌微软 苹果也不蠢的 人家也没敢 没有鼓励 什么996 没人敢说这个 人才拼结果 蠢才拼时间 不是 真正的人才 真正的人才 当一个人 有能力与自己的魂魄 连为一体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 你是一个真正拥有 生命价值的人 你是一个活在自己 主宰当中的人 剩下的全是这块肉 所以这是 这个里面看出来 真是 是这个制度的邪恶 把人们视为成功的人 就是一个强奸者的心态 而他自己本身呢 又是被更大的权力者 任意蹂躏的 连丫鬟都不如的东西 马云跟刘强东 在习近平眼睛里 连丫鬟都不如 但是他在众多的人的眼睛里 他却成为了一个强权者 而996呢 我们看到 刚刚死去了一个人 星期一的上午 9点32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